小太监偶然路过婉容房间 却意外看到了溥仪跟婉容的归房之事 想要匆匆离开 但是却被溥仪拦下 在小太监的回忆当中 没有任何污秽之语 反而是充满了对于婉容皇后的怜悯 那么这个小太监到底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秘密 既没有惩罚 也没有被处死 反而还对皇后充满怜惜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 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提到他的时候也会称他为末代皇帝 历史上对于溥仪最多的评价是软弱无能 但其实只要真正了解过清朝历史的人 都知道溥仪的出生 其实并不能动摇整个大清王朝即将覆灭的事实 溥仪刚好出生在时代的交接处 所以他身上既保留着封建君王的高傲 同时也在不断吸收着外来文化 溥仪的英文非常好 也精通四书五经 他有一个皇后叫做婉容 能够成为皇后的人 家族势力以及样貌才学方面都不会差劲 婉容从小就活泼灵动 接受西方教育 同样也会说英语 对待古代的亲戚书画也非常了解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女性 在进入皇宫之后却开启了悲惨的一生 在宛容和溥仪结婚当日 溥仪就丢下她一个人自己前往书房 单单留下宛容在宫里等到天亮 身为皇后 宛容也不能有什么怨言 因为她对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 同时还有整个大清王朝 小太监偶然路过婉容房间 却意外看到了溥仪跟婉容的闺房之事 想要匆匆离开 但是却被溥仪拦下 那么这个小太监到底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秘密 所以在白天 婉容始终呈现出怡然自得的模样 经常与宫中的格格们谈笑风生 这样学识丰富的婉容 很快就吸引了溥仪 他们会用英文进行交谈 也会去探讨古今中外的历史 但一等到夜晚 还是婉容一个人独守空房 而婉容到宫里面有一个太监 叫做孙耀廷 婉容对宫里的每一个仆人 都非常友好 所以这一个叫做孙耀廷的太监 自然也受到了婉容不少的照顾 婉容偶然知道孙耀廷喜欢吃馅饼 还专门让人做馅饼给他吃 也是因为如此 下人们都非常的拥护婉容 时间一场婉容和溥仪夫妻不和的传闻 就从宫里传开 而婉容的下人们自然是尽力维护婉容 根据孙耀廷的回忆说 他有一次经过皇后的房门口 发现门没有关 然后看到是溥仪和婉容在房间里面 身为下人 碰到主子的这些事情是非常尴尬的 所以孙耀廷也有自知之明 想要立刻走开 但是却被溥仪给拦住 让他看着自己和婉容同房 之后孙耀廷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明白过来 皇帝溥仪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而让下人看这些事情 也无非是想要做给别人看 以此来维护皇后和自己的面子 想到这里 孙耀廷也不禁为皇后感到悲伤 这部电影名字叫做《末代皇帝》 这里面详细地讲述了 皇帝溥仪跟婉容之间的感情故事 电影的画面 也能够更加直接地 向我们呈现溥仪跟婉容的悲剧 而在溥仪的自传 《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是因为婉容的妒忌 所以才把溥仪的另一个妃子文秀给赶走了 从这一段文字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溥仪对于婉容是非常厌恶的 但是其实文秀的离开跟婉容没有直接的关系 文秀的离开是因为溥仪的冷漠 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文秀自然就有自己的想法 不顾任何人的阻拦 向溥仪提出了离婚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也被称作刀飞革命 小太监偶然路过婉容房间 却意外看到了溥仪跟婉容的闺房之事 想要匆匆离开 但是却被溥仪拦下 那么这个小太监到底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秘密 文秀离开没有几年 婉容就怀孕 即将临盆 直到这个时候 溥仪才知道婉容一直在跟随行侍卫有奸情 婉容跟侍卫通奸无非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是婉容正常的胜利需求 另一方面是困于皇后的名位 婉容是皇后 不能跟溥仪离婚 而且皇帝的妃子文秀已经离婚 自己倘若在提出离婚 一定会让整个家族蒙羞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 还有婉容哥哥的怂恿 早些年 清朝覆灭没有多久 婉容和溥仪就逃亡为满洲国 在这一路上 婉容的哥哥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把婉容卖给了一个日本军官 从这个时候开始 婉容就开始跟身边的侍卫死痛 不久之后 婉容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女儿没有多久就死掉了 关于女孩的死因 有人认为是溥仪把她扔进了锅炉 也有人认为孩子生来就夭折 溥仪只不过是扔了一个尸体而已 但不论怎样 婉容的精神慢慢变差 没有两年的时间 她就开始接触鸦片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终日稀释鸦片 不见任何人 1945年苏联占领满洲 1946年婉容就四处逃窜 最后死在了吉林的监狱里面 就这样一代皇后 年锦四十 落得如此下场 容貌娇美 满富才卿 放在历史上任何一个 较为平和的朝代 都会是一个优秀的 封建皇后代表 但是不偏不倚 却成了末代皇帝的枕边人 也是如此 葬送了他自己的一生 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去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